弟兄姐妹们平安 阿们 新年好 在十几年前 我记得刘志雄弟兄 在我们之中有一次讲道 在那次讲道之中 他说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路上 有一个属灵的原则 他说我们要抬起头来 仰望基督 让耶稣基督的美丽来吸引你 他说你不要低着头来对付你自己的罪 当你低着头对付罪的时候呢 你就会慢慢地变得像罪 可是当你抬起头来仰望基督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地变得像基督 所以我们是跟随主有两条路 一条是恩典之路 仰望基督 一条呢是律法之路 低着头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那些办法 那么这些年我其实当时 刘志雄弟兄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是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确实是这样 当我自己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罪的诠释在我自己的身上 就像是十个锅九个盖 盖不住 你拿去这个那个起来 拿去这个那个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种样子 可是当我自己转向耶稣的时候呢 里面就多了一点点的喜乐 平安 还有一份自由 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是这样一条恩典之路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方向 知道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在生活之中 在教会的生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何去操练这样的一份一个方向呢 一个目标呢 那我想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地挨住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呢 能够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 没有 但是感谢耶稣 祂要去除我们头上的羞辱 抹去我们良心的亏欠 可以说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 赞美祂 敬拜祂 有主真好 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的恩典 你的怜悯 你的信誓 信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赞美你 敬拜你 天父我们的众弟兄姐妹 一起来赞美你 伟大的创造 我们一起来赞美你那无尽的爱 我们也赞美你那不改变的约 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 谢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天父 我愿今天世上所有奉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向你所献上的赞美和敬拜都能够达到你的宝座前 蒙你的悟纳 主耶稣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之中设立宝座 执掌权柄 我们今天将今天的聚集交在你的恩手之中 求你带领 我们更求圣灵在我们之中自由地运行 愿众弟兄姐妹被同一个灵所吸引 我们把一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 求你带领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说有一个犹太会堂的年长的拉比退休了 那么他们就请了一个年轻的拉比 这个年轻的拉比真的是很好 又懂圣经 为人也好 大家都很喜欢他 可是就一件事让这个年轻的拉比是头痛不已 什么事 就是他们在每次聚会的时候都要诵读试马 因为这个试马对犹太人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他们在读的这个方式上意见不同意 有的人说要站着读 有的人说跪着读 有的人说不行 坐着就行 好嘛 每次聚会他们就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没法往下进行的 所以弟兄姐妹问了 你说这个试马到底是讲什么呀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看重 好 那我们就把年轻的拉比先放一放 一会儿再来讲它 我们先看看试马 试马呢 是由三段经文组成 生命纪第六章四到九节 生命纪第十一章的十三到二十一节 民数纪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 这三段经文对犹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之前他们是将它写在 抄在这个羊皮纸卷上 把它放在一个经文盒上 这个经文盒呢 他们就把它挂在这个门框 面对着门框的右手侧 而且不是直着挂 是斜着挂 这个头朝礼 然后呢 他们每天早晨读一遍 晚上读一遍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宣告 对犹太人来说 聚会的时候更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其中的一段 生命纪第六章四到九节 我先把它读一下 一上来就是 以色列亚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地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段经文一上来就是 以色列亚你要听 你要听就是士马的意思 就是西波兰文 它直接翻译成中文的一个音译 有的圣经版本就把它翻译成 宫听篇 宫宫静静静地听 那么第二句就是说 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上来就是一个独一的宣告 独一是什么意思呀 不是说有好多的神 我们只信其中的一位 不是 而是说只有耶和华是神 只有他是神 这样一个独一的宣告 从上帝的角度来说 对外他弃绝一切偶像崇拜的可能 他弃绝一切不在圣约之内的崇拜 但是对内他却留有极大的空间 在圣经之中启示出三一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 有三个位格 圣父 圣子 圣灵 每一个位格都是独立的神 同尊 同荣 同治 三位是一体的 紧接在下面就是说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一句话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思想 我们的主也称这句话是最大的诫命 他在马太福音中说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第一 也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爱人如己 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弟兄姐妹就问了 你说这律法给人的感觉都是冷冰冰的 可是这里神却要让我们爱他 而且还要尽心尽心尽力的爱 这个爱和律法有什么关系 律法通常是需要国家机器的一种强制行为 是需要国家军队的维系 警察的维系 那你是没办法 你才去顺服他的 服从他的 可是这里神却要让我们去爱他 这就是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爱的源头 他就是爱 他对我们的爱需要一个爱的回应 所以上帝颁布的律法 不是来限制人的自由 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得生命 蒙祝福 律法就像是摩西在加底斯巴尼亚平原 面对着以色列的新一代 他呼天唤地地说 他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之的 要遵律法 使你们进去得为业之的 可以存活 可以蒙福 所以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蒙福 是为了让人蒙福 上帝是永远赐福的 他从来不咒诅 当摩西说在基里心山 在以巴勒山的宣告祝福和咒诅的时候 那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要选择福 不要选择咒诅 所以咒诅是人自己的选择 不是上帝给的 上帝永远是祝福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 大家在圣经中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帝的恩典永远在律法之线 整个的圣经中这样一个原则 始终地贯穿 上帝的恩典永远是在律法之线 他呼召 他立约 他引领 然后才赐下律法来保护这些人 所以尽心是要让我们终成守约 我们和神是有一个圣约的关系 尽心是对神要有强烈的感情 尽力是要有实际的行为 不可以嘴上说要有实际的行为 所以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间 都要记在心里 这是下一句 又是心 心是多么的重要 是上帝做工的一个场所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 这是真言上的一段话 说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Moses弟兄 Moses旅弟兄 他教导我们说 他说你要改变人的心 你不要去指责人的行为 这让我想起去年 Tony弟兄来到我们这种讲道 他讲道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 有一天和他一起喝咖啡 两人一坐下 对方就说一个事 他说我是同性恋 圣经说了 同性恋要下地狱 你怎么看 哇 这个很尖锐的问题 是不是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您怎么回答 但是我却知道我怎么回答 如果那天是我 我是Tony弟兄坐在那 他问我 说圣经说了 同性恋要下地狱 我的回答是 对 肯定是 我告诉你啊 别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赶紧悔改 读圣经 去教会 这是我的回答 但这却是一个 律法主义者的回答 一个自以为意的回答 一个站在上帝的角度 去指责人的回答 是不对的 可是恩典的回答是什么呢 恩典的回答就是 像Tony弟兄所说的 耶稣爱你 可是圣经说了 同性恋要下地狱 那个人再一次追问 Tony弟兄再一次地强调 说 耶稣爱你 弟兄姐妹 我们 是把耶稣带给人 我们不是把我的想法 告诉别人 我们是把耶稣带给那些 需要的人 我们是把耶稣带给那些 在痛苦的里面的一些人 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给人 不是把我的成见 我的想法去指责人 所以不要指责人 去改变人的心 可是改变人的心 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的任务 是把人带进耶稣里 带到耶稣的面前 下一句是 也要殷勤地教养 教训你的儿女 这里强调是一种信仰的传承 非常的重要 在家庭之中 我们要儿女 在上帝的话语之中成长 在教会之中 传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 所以我们的教会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 采力各个方面去支持 兴起 儿童事工 青年人的事工 在各个方面 给他们一个大量的支持 这需要有一个实际的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的是 你要殷勤 殷勤是指什么呀 是长长的 实时的 刻刻的 殷勤有两个意思 第一 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话 跟他们讲 第二 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 带领他们 不是用我自己的一些呈现和方式 所以这种传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紧接着下面就是说 你无论你是在家中 这个是这样写的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坐在家里 是指家庭生活 行在路上 是指社会生活 躺下 休息 起来是工作 这就是说 让我们在生命中 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 高举上帝的主权 高举上帝的话 遵循他的旨意 所以在下面的那个就是说 带在手上为记号 记号 守之我们的行为 那么 带在头上 额上呢 是我们的思想 让上帝的话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上帝的话规范我们的思想 门框和城门呢 只在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层面都高举上帝的主权 你看短短的一段经文 从人的内心 到家庭生活 到社会生活 到传承 传扬 到成为见证 非常的宝贵啊 所以 正是这样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呢 让那个年轻的拉比就头痛不已啊 他每次聚会这帮人就吵啊 站起来 那个时候坐下 那个时候跪下 他没法进行别的事了 这时候有人给他出一主意 他说 拉比 您去问问那个年长的拉比 那个年长的拉比 从会堂建立之初 他就在这儿 您问问他 只要说 他当时怎么聚的 我们今天也这样聚会 这样诵读这段经文不就得了吗 大家不用再吵了 年轻人一听说有道理啊 他就跑去找这个年长的拉比 拉比 你好 请问在起初 你们那时候是怎么送读释马的呀 你们那时候是站着读吗 拉比说 我们不站着读 那那时候您是坐着读吗 年长的拉比说 我们也不坐着读 我知道 原来那时候您跪着读啊 年长的拉比说 我们也不跪着读 年轻的拉比 问 他说 那时候你们是怎么读啊 年长的拉比说 我们就是吵来吵去的读 吵来吵去 有人聚集的地方呢 他就有意见的不同意 有人聚集的地方 他就常常有分歧 那么教会中也是这样 对不对 有的教会呢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教会 如果不让耶稣基督拘守卫 一定是纷争不断 反过来也成立 一个纷争不断的教会 一定是没有让耶稣基督拘守卫 那么如何让基督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各个层面拘守卫呢 如何让耶稣基督 在教会中拘守卫 教会是什么呀 教会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可以得着安息的地方 教会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福音的源泉 是恩典的管道 我们的教会 可以让基督得着安息吗 那么那些初代教会 那些尽心尽心尽力 爱主的弟兄姐妹 是如何尊主伟大的 如何保守教会的合一 如何处理一些问题呢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 里面就有一段故事 讲的是一对夫妻 叫亚居拉百吉拉 那个时候是主后四十九年 公元四十九年 罗马皇帝大肆地驱逐犹太人 把所有的犹太人 从罗马给赶出去了 亚居拉百吉拉 就是被赶出去的人的一对 他们俩来到了哥林多 大家知道哥林多是一个希腊城市 它离雅典不远 而亚居拉百吉拉是干嘛的呢 他们是会一个手艺 就是制造帐篷 大家一说制造帐篷就知道了 还有一位 谁呀 保罗呀 保罗也是会制造帐篷这些手艺 而当时保罗正是在进行 他的第二次宣教之旅 而正在 他那个时候正在雅典 他从雅典来到哥林多的时候 一听说亚居拉百吉拉在这儿 找他去 保罗就来找到亚居拉百吉拉 来干什么 来做生意吗 开一个大公司吗 哥林多人有钱哦 来赚他们钱吗 不是的 他们是来传讲耶稣基督 建立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从这个点上我们 重新定位我们的工作观 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观 基督徒信主之后的 第一份职业是 基督徒 服侍上帝的人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是 第二职业 在这里我并不是高举属灵的事 贬低属世的事 不可以 因为人是一个整体 生活也是一个整体 我们在这里说的要在生活之中 有主有刺有轻有重 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 居首位 他们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之久 在这期间 他们结下了身后的弟兄姐妹之情 那有人就问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啊 在罗马书十六章三到五节里面 有一段保罗的问候 他说问百基拉亚居拉安 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教会也感谢他们 又问在他们家的教会案 对方姐妹 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这就是弟兄姐妹之情 但愿我们之中 也有这样的一种弟兄姐妹之情 因为我们的相聚 我们的连接 乃是一种生命的连接 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一起 乃是共享着一个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教会的生活 弟兄姐妹真的是像他们一样 可以为着你性命的缘故 致自己的景象于不顾 所以谈到这点 我就再多说一句 关于《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 有一个凡物公用的原则 也和这个是一样 也是有个一样的 那时候呢 门徒们 使徒们就回去 把房子地全卖了 把卖得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下 凡物公用 这样的一个原则 是不可以自面地解释的 如果跟大家说 今天回去把房子地卖了 那就出问题了 圣经是要原则地理解 不是自面地解释 那么一个凡物公用的原则 如何在今天教会之中的实施呢 就是弟兄姐妹 真诚地相助 真实地付出 这个凡物不仅仅是我们的财物 也包括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能力 精力 一切的陪伴 一切的一切 但要我们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 弟兄姐妹的这种相处 真的是一种生命的连接 是一种真实的付出 当我们看到有一些 弟兄在一种低落的时候 在一种生命的低潮期的时候 他不需要钱 他不需要东西 他要的就是一份默默的陪伴 陪着他走过生命中 最低落的那一段 当我们看到一个姐妹脸上 在一种忧郁之中 我们就去擦去他脸上的泪 他不需要钱 他也不需要东西 他需要的是一份安慰 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 可以有一种真实的相助 真实的相帮 这样一个凡物公众的原则 和这一个 为着你心灵的缘故 可以置自己的景象于不顾 也单元成为我们弟兄姐妹 一种相交的原则 能够在我们教会之中实行出来 他们在哥林多 待了差不多一年半之久 然后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哥林多 来到了以弗所 这就进入了土耳其的境内 他们穿过地中海 就是以弗所 那么保罗就没有停留 他在到了以弗所之后 跟弟兄姐妹打一招呼 他就走了 去监护弟兄姐妹 我们保罗先放一放 一会儿再谈他 那么只是说 呀 居拉百居拉 来到了以弗所之后 这是十八章最后那一段 他们就开始建立教会 所以当时以弗所的教会 是从他们的家中 开始建立起来的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 谁呀 亚伯罗 圣经上讲说亚伯罗 是从亚历山大城来的 这个亚历山大城 可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是在差不多主前三百年左右 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 整个欧亚大陆 征服当时已知的世界 他就达到了埃及 进入非洲 他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城市 从那之后 亚历山大就成为整个帝国的文化中心 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到了我们主的那个时候 亚历山大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图书馆 在那里收藏着各种的书籍 什么柏拉图 亚历史多德呀 都有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卷书是 其实是一本 就被收藏在那个图书馆中 其实是一本到现在 对我们的圣经翻译教侃 非常重要的作用 整个天主教也是用那一卷书 那种一本的 说他是有学问 有口才 最能讲解圣经 因为亚伯罗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中长大 所以他有学问 他大有口才啊 就是说 而且他最能讲解圣经 他到这个地方我就突然想起来 你说最能讲解圣经 这样一个弟兄 要是来到我们教会就好了 我觉得我们教会 你说让他做点啥 我觉得是 让他做这个儿童主义学的老师最适合 你看我们教会的儿童主义学的老师 每一个都是最会讲解圣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圣经的大道理 讲简单了 讲得连孩子都明白 这叫最会讲解圣经 也能讲明白 所以我们教会的儿童主义学的老师们 尤其是姐妹们 真的是很棒 给你们点赞 是殷勤的教养孩童 后面一句就是说 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详细的教训人 亚伯罗这样一个心里的火热 当我读着的时候 让我的心里也再一次火热起来 弟兄姐妹们 你还记得你曾经信主的时候 里面的那一份纯真呢 你还记得你信主之后 你里面的那一份火热吗 你还记得你信主之后 在里面那种压抑不住的喜乐吗 曾几何时我们变得不冷不热 但愿亚伯罗心里的火 再次地激励我们 我们刚才说了 尽心忠诚守学 尽心要对主有一个强烈的感情 可是 一说到可是就麻烦了 圣经上说什么呢 只是亚伯罗不知道有圣灵的喜 他只知道有约翰的喜 他不知道有圣灵的赐下 其实不仅仅是亚伯罗 在十九章还有十二位 也不知道有圣灵的赐下 那个时候 他们不知道圣灵的赐下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圣灵的工作的展开 它是从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直到地极 有一个过程 而且圣灵的工作 是和上帝的道 上帝的话是同时进行的 使徒们 门徒们 把上帝的话带到的地方 圣灵就充满他们 同时圣灵借着上帝的话 来改变人的心 没有真理 就是没有上帝的话 圣灵没法做工 对吧 即便是做工 也会让人陷入一种 不好理解的里面 所以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 是同时的 我们不可以只是去研究 自己去在圣经上 研究一些文法 而是要求被圣灵充满 反过来也是这样 我们不是单单地 只是追求圣灵 或者是灵 而不去追求 渴慕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道和上帝的灵 是同时的 永远是在一起的 那么遇到这样一个 到处传讲耶稣基督 可是呢 对真理却认识 不是太全的弟兄姐妹 尤其是他那个时候 尽管不是教会的领袖 可是一个非常热心的 一个弟兄 我们是如何来 劝说他呢 如何来去 跟他讲明白这件事呢 我不知道大家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如果我们用的方式 太过武断 一定会把一些 心里火热的弟兄姐妹的心 一盆水给浇灭了 就不再火热了 亚居拉百基拉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圣经上讲说 是他们把亚波罗 请到家中 中文是说把他请来 英文就是说 要把他请到家中 把上帝的道讲解得更加详细 讲解明白 这样的一对夫妻 就是让耶稣基督举首位 就是以教会的合一为重 以弟兄姐妹的生命为重 以建立别的弟兄姐妹为重 他们把自己放下 把自己的传统习惯都放下 却是建立别人 这就是一对 尽心尽心 尽力爱主的弟兄姐妹 所以根据亚居拉百基拉 这样一个故事呢 我们总结一个属灵的原则 借用西方教会常用的一句话 就是在基要真理方面 一定要统一 在非基要真理方面 给予充分的自由 在一切的事上 要有爱 英文说的比较简单 Essential Unity Non-Essential Liberty In all things Love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你要知道什么是基要真理 否则总是不知轻重 那么什么是在基要方面的统一呢 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这个事呢 就发生在保罗身上 还是保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保罗 彼得 巴拿巴 还有一批犹太人呢 他们呢 就和外邦人一块吃饭 当时在一个桌子 大家其乐融融 这件事发生在安提阿 被记录在加拉太的第二章 加拉太书的第二章 是保罗自己说的 当时他们就和外邦人一块吃 这时候有一批人来了 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这帮人干嘛呢 他说你信耶稣没问题 但是呢 你还要守着旧约一切的律法 你要献祭 你要隔离 等等等等 你必须得守着旧约一切的律法 你才能够信耶稣 那才行 所以这帮人来了呢 一看外邦人 他们就不能坐一起 他就单独坐了一桌 这时候彼得一看 又老乡来了 好嘛 他端着碗过去了 巴拿巴一看 彼得过去了 他也端着碗过去了 好嘛 这些剩下的犹太人 一看犹太基督徒 一看说 又这哥俩都过去了 咱们也过去吧 整个的犹太人和外邦的基督徒 整个分开了 保罗当时就恼了 他自己说的 当时就指责彼得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一件事 保罗如此的严厉 弟兄姐妹说了 不就是吃根饭吗 你至于吗 干嘛呢 要合一吗 要有爱吗 怎么给用这了 这就是保罗邻里的敏锐 这就是保罗 他实在是知道 如果属灵的领袖 在圣经的真理方面 暧昧 一定会把弟兄姐妹 带入到迷茫之中 一定会影响到一批人 因为保罗非常的清楚 我们的救恩 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是保罗万有的死 他的死足够了 他的死成就了救恩 他的复活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不需要在这个救恩之外的任何 添加任何一样东西了 不需要只有基督 只有耶稣 所以救恩是靠着 凭着耶稣基督 我们是因信称义 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 我们不是因着遵守律法 那么谈到这一点 我们就再多说一句 关于旧约的律法和新约 这两者都是上帝的话 都不可废弃 是要成就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 旧约所针对的是 人当做什么 而新约 所针对的是 上帝为人做了什么 在有一些方面 它是对立的 但是对立并不等于矛盾 那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那是上帝的话 是要成全 成就 所以整个的旧约 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 是把人带到 耶稣基督的里面 整本的旧约 就像是一个路标 一步一步一步地 把我们带到那个目的地 当我们到了目的地的时候 不需要再回去找路标了 旧约就像是影子 当实体来到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再去找那个影子了 所以根据这一件事 我们总结出两点 第一 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 是一步一步地启示出来的 从模糊的到实际的到具体的 一步一步地启示出来 是一条单行线 上帝的启示是一条单行线 不可走回头路 不可再往回走 第二 上帝的恩典 一经发出 绝不收回 如果临到一批人 他们不信 他们拒绝 那么上帝的恩典 会越过这一批人 临到下一批 旷野四十年 一整批的人 就倒闭在旷野之中 圣经上说他们不信 我当时看了 怎么看也看不明白 他们怎么能不信呢 白天的云柱 晚上的火柱 他们吃的 他们喝的 他们的脚 曾经踏进红海那一刻 分开了 他们亲身经历 亲眼看见上帝在他们上的座位 圣经上说这一批人不信神 我不理解 可是做基督徒久了 我发现 今天在我的身边 是一些信主的人 在我的身边 我发现好多的人 也是不信神 他的生命 他的价值观 他对世界的看法 还是自己的 原来不信 是一个刚硬的心 我要慢慢理解 圣经上这句话 人的心真的是刚硬 是油蒙了心 那只是圣灵的工作 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工作 所以 谈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再回到 《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 只是开个头 那个保罗呢 当时是《使徒行传》的十九章 一开始保罗就又回到了 以弗所 保罗传福音呢 他是有他的计划 有他的策略 并且实时地聆听圣灵的带领 他是在整个的行动之中 来聆听圣灵的带领 他不是躺在家中 主啊 叫给你了 你去坐吧 不是的 他是有个实际的行为 他是在整个的过程之中 圣灵禁止 他就不往前走了 圣灵在这个 以弗所那个城市中 哥林多 以弗所 然后就说 大胆地讲 在这个城市中 我有好多的百姓 在以弗所 哥林多 在十八章里面的时候 他会跟着圣灵的带领 这么一步一步地走 那么保罗传福音 有什么策略呢 他是沿着罗马大道 进入到一个大的城市 进到大城市之后呢 先对犹太会堂的犹太人 传讲基督 他传讲什么呢 证明耶稣是基督 这就是他们所传讲的内容 耶稣是基督 今天同样这五个字 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 这五个字在《使徒行传》中 出现过好多次 他先在犹太会当传 然后他再出来 到这个外邦人中传讲基督 他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然后训练他们 求圣灵充满他们 然后建立他们 让他们成为这一个城市之中的 属灵的领袖 然后他把这个城市 交给这一群人 保罗离开 他进入到下一个城市 他再一次建立一个桥头堡 再去建立一群属灵的领袖 他再交给他们 他就这样不停地往前走 不停地去建立教会 开拓教会 但愿我们教会也以此为榜样 建立年轻人 建立一群属灵的领袖 把教会交给他们 然后弟兄姐妹植堂 去开展另外的教会 所以但愿保罗这样的一个榜样 一个传福音的榜样 可以激励着我们 也让我们有这样一份感动走出去 就是把上帝的托付 把上帝的事当事办 把上帝的命令 真的是当作命令去执行 那么上帝的命令是什么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导他们尊情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具有命令 同时还有应许 好 那我们就回顾一下 我们一起所走过的路 第一我们讲的是 是吗 独一的真神 尽心尽心尽力地去爱主 从人的内心 到家庭生活 到社会生活 到传承 到传扬上帝的话 到成为见证 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都高举基督 第二呢 我们是通过亚基拉 百基拉和保罗的故事 总结出一个属灵的原则 在基要真理方面 一定要统一 在非基要真理方面 要给予充分的自由 在一切的世上要有爱 第三 我们通过保罗传福音的 这样一个策略 去看一个尽心尽心尽力 爱主的这样一位弟兄 是这样一个榜样 他尽心 忠诚守约 当他在去马士阁的路上约 主相遇的那一刻 从此他就持守着这一个约 他抱经患难 力经苍苍 多次被打 被下在肩中 在冷水之中浸泡 直到他用自己的生命 来见证他的信仰 与为主殉道 他不弃不离 持守着这样一份约 他尽心 对主有强烈的感情 所到之处 高举基督 传扬耶稣 不容着任何一点 对圣经真理的扭曲 掺杀 他尽力 他有实际的行为 几次的福音之旅 他的足迹遍布 整个的亚西亚 已经达到了欧洲 进入到罗马境内 甚至是在锁链之中 他都在传扬着基督 但愿这样一位爱主的弟兄 可以激励着我们今天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你们要效法我 如同我效法基督 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愿你自己得到 那当得的荣耀 主啊 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尽心 尽心尽力地爱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阿们